洛杉矶联邦地区法官威尔森近日裁定 曾经在加州遭禁止的鹅肝可重返餐厅菜单供食客来享用 虽然鹅肝是法国美食 但因为很多的饲养者为了利益是强迫喂食鸭鹅 因此鹅肝曾经被加州明令禁止销售 洛杉矶联邦地区法官威尔森裁定 如果销售者位于外州 但是拖第三方送货到加州 这个销售方式不会被视为违反禁令 威尔森表示我们没有明确的原则可以区分 在外州生产的鹅肝到底是由购买者在外州购买带进加州 还是由第三方公司运送到加州 这个裁定代表来自外州鹅肝制造商获得胜利 这些业者声称因为加州对鹅肝实施禁令 导致公司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收入 2012年起加州对鹅肝销售实施禁令 但是纽约加拿大的鹅肝制造商 以及洛杉矶县Hermosa Beach市的一家餐厅 一起在洛杉矶联邦法院对这条禁令发起挑战 原告表示该禁令内容模糊 对于跨州商务活动进行干涉 2017年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判维持禁令 加州餐厅如果提供顾客额干 可以处以最高1000元的罚款 2019年联邦最高法院拒绝停举该案 以至于该案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定 也就是维持禁令 不过加州检察长办公室表示 他们会对这项裁决做进一步的检视 加州动物保护主义对于餐厅提供鹅肝坚决强烈反对 制作鹅肝的过程极其不人道 工人将管子插入鹅或者鸭子的喉咙里 然后将玉米等食物强制塞入进去 整个过程非常残忍 中天中旺这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